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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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坦布尔,很多人在欧洲工作,住在亚洲,每天横跨海峡,也跨越了两大洲。 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耳其,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土耳其著名汉学家,哈芝·巴以斯姆大学教授吉莱。 跟随吉莱,我们登上游船,感受这条将两大洲分开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现在就在正好亚洲和欧洲的中间,右边就是欧洲,右边是亚洲,欧洲部分可能人的密度不太大,亚洲部分可能是南国比较少一些,一般都是办公室、鞋子楼等等,基本上都在欧洲。 就是商业中心比较多? 可以说是商业中心。最早那个伊斯坦布尔最早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就在欧洲,这个叫做那个城墙椅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老汪东那一代就是最古老的伊斯坦布尔。 所以照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亚洲区应该说是后期从欧洲区这边延伸出来的? 可以,可以这么说。 吉莱告诉我们,伊斯坦布尔分成三个区,位于欧洲的旧城区和贝伊奥卢上一区, 以及位于亚洲的伊斯区的二区。 欧洲区部分的旧城区,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很多古老的建筑,例如老皇宫,蓝色清真寺都位于此。 作为古代三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玛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保留了辉煌的历史遗产,而欧洲区就是曾经城市的中心。 这座桥就是第一座国亚大陆桥。 就是跨海的大桥。 对,很多伊斯坦布尔人就在亚洲,然后长班到欧洲,然后就返回亚洲,所以他们就生活在亚洲,工作在欧洲,然后回到亚洲。 这座桥是什么时候修建起来的? 80年代修建,过去的时候就是,如果想从欧洲到亚洲的话,他们只能用船。 但现在还有一个隧道,所以开车也可以从亚洲到欧洲,这也是连接四周成功的一带一动力。 在伊斯坦布尔有三座跨海大桥,当地人称胡扯三座桥为一号、二号和三号跨海大桥。 即来告诉我们,伊斯坦布尔之所以文明于世,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得听度后的地理位置。 我们所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沟通欧亚两州的交通辆道,也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第一道关口。 历史上,欧亚两州各国间的商务往来都有通过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土耳其成为古四周之路上的重要一站。 土耳其在这个古四周之路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从很早以前其实跟中国就是有埋望的。 这个地方就是有四周之路的终点站,所以从西安,中国西安开始,长安开始那个四周之路,其实它的终点站就在伊斯坦布尔,所以伊斯坦布尔有很多有关中国那些历史背景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老皇宫里面那个收藏是全世界最多之一的,应该是一万多件中国的这个清华词,原名清时代。 吉兰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先抵达土耳其西北部城是布尔萨,然后继续蜿蜒西行,就到了我们所在的伊斯坦布尔,也就是曾经的军事坦丁堡。 布尔萨曾经是奥斯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更是作为东罗马帝国首都长达千余年。 这两个城市通常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西端终点。 从遥远的东方运来的丝绸和茶叶,抵达这里后,进入皇宫和当地被称为巴扎的市场,并通过这里中转到欧洲各国。 很多中国的文化的一些特别,也传入到土耳其,比如皮影,皮影系,土耳其有,然后有些吃饭,比如说那个饺子。 饺子? 当然土耳其的饺子不像中国的饺子,土耳其饺子是很小的,越小越好,丝绸,本身土耳其也有生产,就是布尔萨这个城市。 然后茶叶,土耳其人很喜欢茶叶,昨天我就查了一个新的一个数据,土耳其人是全世界消费茶叶最多的国家,一个人平均是一年三公斤。 那其实在过去的话,土耳其自己本身产茶吗?还是说最早的这个茶是从中国过来的? 应该是最早是从中国过来的,因为土耳其里面我们把茶叫做茶叶,它本身就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名字。 吉兰说,我们所在的伊斯坦布尔,也就是曾经的军事坦丁堡,自拜占庭时期起,就是欧亚贸易的中心,也是东方丝绸、香料等货物通向西方的重要集散地。 在拜占庭时期,帝国以及欧洲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非常大,使用中国的丝绸成为当地人身份的象征。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作为曾经古代三大帝国的首都,在伊斯坦布尔能看到各个时代的建筑精品。 后面的那一座是什么建筑? 索斯亚博物馆,是中多玛十七世建的,然后一四五三年以后是一个青春寺,改成青春寺,然后1936年之后就改成那个博物馆。 其实那个建筑来讲,可以说是那个世界上非常伟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 它那个圆顶也是非常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圆顶就是能映上去是很不简单的。 它是一个整体映上去的。 圣索菲亚博物馆在伊斯坦布尔的以前,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主教堂,是东正教的中西教堂,也是拜占庭时期建筑最为辉煌的代表。 基拉寿,这组建筑最特别之处在于平面采用了希腊式十字架的造型,在空间上创造了巨型的圆顶,而且在室内没有用到柱子来支撑。 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建筑学的奇迹。 在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属于奥斯曼时期的建筑。 这个时期的建筑特点是什么样的? 圆顶,可能有圆顶呢,然后那个清真寺的话,它那个是有旋律档,基本上都用石头。 六百年前有这么一个建筑,是五个四月的事情。 之所以取名为蓝色清真寺,这是因为,寺里面贴着一种蓝彩又贴磁,共有两万一千零四十三片。 这些磁片使得整个清真寺内部充满了蓝色。 各个时期不同的建筑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个国家的历史。 在这个喷泉广场上能看到很多游客。 这里是来伊斯坦布尔必到的一个景点,也有很多中国人选择来到土耳其旅游。 中国和土耳其1971年正式建交,2018年是土耳其的中国旅游年。 截止到8月份,中国游客负土耳其数量达到25万人次,比2017年同期增长86%。 现在中国是土耳其最重视的旅游市场之一。 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崔薇。 首先我们来到三号跨海大桥。 这也是最新的一座跨海大桥。 黑海口的跨桥的位置,而且为了这个桥建了很长的引路。 10月29号,土耳其的新机场就从你们落地的南边的那个机场搬过来了。 在这边做了一个新机场,全世界最大的机场。 那么这个桥和所有的引路实际上也是为了那个机场,新机场服务的一部分。 只要你现在不走跨过这道海峡的桥,你永远都在欧洲,你也永远去不了亚洲。 崔薇总领事告诉我们,现在在伊斯坦布尔有华侨华人大约10万人。 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其中一部分是留学生,一部分从事商贸活动。 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现在有中资企大约70多家。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资企数量有大幅度的提升。 这些中资企的进驻,让土耳其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 对,中国的东西。 我们用到你的品牌。 我们都用到中国。 看,它们都是金。 对,有了,一支的。 看,我们有一个大幅度的。 你还没做到这个大幅度。 我们是有一个大幅度的。 我们是中国那种的东西。 中国的货品。 中国的货品。 你看到他们的货品。 中国的货品。 这所有的货品。 中国的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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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人非常热情 得知我们从中国来 热情地和我们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们 当地人很喜欢钓鱼 这条海岸线上 经常会聚集几百人在一起钓鱼 而这些渔具则全部来自中国 现在他已经退休 退休后第一个旅游目的地 就选择了中国 在交流中 我们能感受到 当地居民对中国的友好 我们的质量非常好 每个人都比较好 corners 人都越南京 更多聊了 我们的活动 整理大家这样做 自己是在工作 太好了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您最喜欢吃什么 哪个小选择 好吃 Dom包 北京烤鱼 那欢迎您 以后经常到中国 Ok,我们回来了 好,回来 很漂亮 我们最喜欢最好 伊斯坦布尔人的热情感染了我们 两个国家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人民 崔威总领事的专业是托尔西语 二十多年前就曾被派往 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工作 2018年1月起 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 两次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的经历 时隔20年 我老想我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如果说有华盈华侨 就有那么十几二十个 做一些小买卖的 靠自己勤劳支付的那种小的商人 现在这一次我来 你也问过我一些关于这儿的 我们贸易活动的情况 都是很大的公司 非常正规的 在这儿开展了数额巨大的这种贸易 而这个得益于的最主要的 一个是我们国家内部的发展 我们自己的水平的提高 再一个就是从几年以来 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提出 总书记这个倡议的提出以后 因为土耳其是一带一路 这一方面的一个支点国家 那么也是一带一路倡议 在境外获得早期收获的国家 我们有一个昆波特码头 包括我们的工商银行 在这里收购一个银行的 整体的代入 44家分行同时开启 这样大规模的投资行为 在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 在没有一带一路倡议 以及与之相趁的 大家在观念上 法律上 政策上的这些支持 这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促进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来到土耳其 不仅仅促进了当地的就业 也提高了中国人在土耳其的社会地位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 大量游客来到土耳其 这也使得生活在这边的华侨华人 有了更多生意上的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实现了双赢 就像那位土耳其钓鱼的老先生所说 希望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 能够更加频繁 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走进土耳其老皇宫 奥斯曼帝国苏丹 中爱中国此起 独特的修缠技术 成就土耳其工业佳贫 远方的家大清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四把六十集 左手欧洲 右手亚洲 正在播出 走在伊斯坦布尔 随处可见历史的痕迹 在旧城区中 历代帝国时期 遗留下来的石器古堡 城园 塔楼 随处可见 除此之外 伊斯坦布尔现在有 四十多座博物馆 二十多座教堂 四百五十多座清真寺 我们是这组来到托普卡帕宫 又被称为老皇宫 这里自1465年至1853年 一直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 在城内的官邸 及主要居所 托普卡帕宫 是过去举行国家仪式 及皇室活动的场所 如今已变成博物馆 工人参观 在老皇宫中 有很多与中国相关的产品 我们找到了提前联系好的 土中文化交流 与合作协会会长卡德尔 您是什么时候到土耳其的 我是1987年到土耳其 到得那么早 已经31年了 那那个时候是来土耳其做什么 我是1987年到土耳其的目的是留学 我88年考的 在爱琴海地区的九月就好大学 然后在那里开始读书 现在我是土中文化交流与合作协会的会长 我就13年开始做这个文化交流的活动比较多一点 卡德尔来自中国新疆 在土耳其生活了31年 妻子是土耳其人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两个国家文化交流的一系列活动 卡德尔告诉我们 中国和土耳其在历史上的交流远远流长 东京时期 中国九层派驻使者 经河西走廊前往当时的军事坦丁堡 奥斯曼帝国建立后 也多次派使节到中国交流 古老的丝绸之路 更是将两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次算是这个皇宫的正门 下面用书法写是阿拉伯子 字幕的下面 圆船里面有一个华文 写的是奥斯曼大帝国 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国会 最重要的人 也是通过这里集聚 所以什么意思的时候也是用这个门 这个就是我们到皇宫的第一道门 这道门也被称为帝王之门 在奥斯曼帝国 及霸占亭帝国统治时期 这道门是帝王进出的通道 老皇宫占地78万平方米 四周有五公里长的宫墙环绕 通过帝王之门后 便是第一庭院 这也是皇宫的周边地带及花园 是众多庭院当中最大的一个 为了整体了解它的布局 卡德尔带我们来到皇宫的模型前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院子 第一个院子 我们所在的这个院子叫祝福之院 所有的老百姓可以进来的院子 所以这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院子 第二个是白色之院 现在的白领也是当官的人 可以办公的一个院子 第三个院子叫胡花园 王子他们生活的一个地区 这里呢 后宫 奥斯曼帝国的后宫 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 一般的情况下有900到1200个宫女 不是非子 这个白色祝福之门的那边 可以看到那个烟囱 那个烟囱是原来是厨房 转门每天为了5000到6000个人做饭 现在呢 现在改成一个中国 日本和欧洲瓷器战略 土耳其在世界上保存中国的瓷器 第二名 第一是英国 英国是亚片建战都是强国来的 可是奥斯曼帝国跟中国没有打过仗 大部分是搞贸易 一部分是商人送给这个皇宫 还有一部分是盯坐在中国 所以你们在进去这个厨房里面的 好多那个瓷器呢 下面写的是那个阿拉伯文字 这就是盯坐在中国的意思 卡德尔说 中国的瓷器展是老皇宫中 最首游客欢迎的地方 皇宫的庭院中环境优美 绿树成荫 走在这里感觉十分惬意 他是老皇宫 托布克布皇宫的瓷器专家 所以这个皇宫里面的 中国的好多瓷器 专家是他 他来跟我们解释 那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 哪些时期的中国瓷器呢 一共有多少的中国瓷器在这 欧木尔告诉我们 皇宫的御膳房中 现在展出的中国瓷器有一万多件 这些瓷器可追溯到元朝 明朝及清朝 老皇宫博物馆 元朝和明朝的瓷器珍藏 多达三千件 历史上 这些瓷器都得到苏丹及太后的钟爱 土耳其人在那个时代认为 有毒的食物会令瓷器变色 所以在很早之前 皇宫中的御膳房就开始使用中国的瓷器 我们在这看到了一套颜色 非常醒目的瓷器 就是这一套黄色的 它是什么时期到土耳其的 我们是明基德纳米 三个英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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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摩尔说 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知道 这样的黄色只有中国皇帝才可以使用 所以格外珍惜 在摘月每晚开战的时候才会使用它 虽然对于这套黄色餐具 如何到达土耳其并没有记载 但是可以猜想到 因为历史上 中国和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并无战争 所以这些瓷器 有的可能是外交礼品 奥斯曼帝国还有一项制度 规定官员去世后 其财物均收归国有 这样官员收抢的贵重中国瓷器 最终都归入了皇宫 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能用到中国瓷器的 也是代表有身份的人 走在曾经的御山坊中 这些珍贵的藏品里 有令世人叹为观止的 中国元明时代的青花祠 精品上百件 要知道 原青花祠的可考历史短暂 因而十分珍惜 老皇宫中竟有多达 四十件这样的精品 这个展规里面的瓷器 就要比中国的要大很多 中国的都是比较小巧精致一些的 为什么要做那么大的 bunlar Çin'de yapılmış ama Çin'in ihraç ürünleri yani gönderdikleri pazarın ihtiyacına göre yapılmış ve yeme içme kültürü de Çin'dekilerle Osmanlı ve bu bölgedeki bu coğrafyadaki kültür biraz farklı Osmanlı'da tek kap içerisinden en az altı en fazla on iki kişi aynı anda yemek yedikleri için bize büyük kaplara ihtiyacımız var onun için de Çin'de İhraç ürünleri için bizim ihtiyacımız uygun olarak büyük kaplara gönderdir 自元朝起 南方著名的龙泉瓷 和景德镇瑶 出产的瓷器 开始大批外交 土耳其皇宫中 藏品 几乎全部 来自这两大民谣 有的中国瓷器 在奥斯曼人的生活中 不合用 工匠们会进行 加工改造 有的瓷器 破损 也没有人舍得丢弃 而是在破损的边口 镶嵌上 贵重材料 这就是 中国瓷器上 有奥斯曼式 珠宝的由来 比如 中国人常用来 喝茶的壶 被工匠在 壶嘴 壶饼 壶盖等处 加上 滑贵的装饰 成为奥斯曼人 进餐时 礼拜前 净手用的精致水壶 后来 这种修缠 甚至发展成 一门独特的装饰工艺 但是我们还真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种颜色的瓷器 可以释出毒来 当时奥斯曼帝国宫中 虽拥有大量的经营器 但大多数苏丹 仍独爱中国瓷餐局 宫中的瓷器藏品 多为盘满 每逢苏丹登基 寿臣 大婚 以及王子们的生日 歌礼等重要庆典 中国瓷器 不仅被用作餐具 已是皇室器牌 也作为苏丹赏赐的珍贵礼物 Porselen teknoloji olarak sadece Çin'de olduğu için ve İpek yolunun bir ucunda Çin öbür ucunda batı ucunda ise İstanbul o zamanki Konstantinopo'nun bulunduğu nokta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un bulunduğu nokta Dolayısıyla bu İstanbul'da bölgenin en zengin ülkesi olarak İmparatorluğu olarak da kendisinde olmayan yüksek bir teknoloji olanı Çin'den ithal ediyor ve onun için de sadece Çin porselenleri oradan geldiği için de onları kullanıyorlar Bu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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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selen tabi Çin'den o zaman önemli bir İtalya İpek ve Kumaş Turşayla Çin ve İpek yolu araç Osmanlı sarayna kadar bu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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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的 丝绸 瓷器 经 丝绸之 瓷 來到 土耳其 改变了 當地人的 生活 從 原来起 中国与土耳其往来频繁 很多土耳其人来到中国经商 落脚在广州 泉州 杭州等地 《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记载 在途经伊斯坦布尔时 看到在商场里摆放着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 明清时期 奥斯曼的玛瑙 玻璃 珊瑚 香料 也开始原因不断进入中国 卡德尔说 虽然中国和土耳其距离遥远 但其实 土耳其人在隋唐时期 就是中国的邻居突厥人 只是后来他们辗转迁移到小亚西亚 所以可以说 土耳其是中国的远亲近民 你们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远方家 这个中国和土耳其原来是邻居国家 现在就算是比较远 可是原来是邻居国家 也是对中国人来说 土耳其是他的远方的家 对土耳其人来说 中国是他的远方的家 所以土耳其和中国的这个交流 跟其他的国家和中国的交流 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西方的影响有西方的文化 一个是东方的乡下有五千年的一个文化 文明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两个也有互相影响 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两个的好多文化也好 贸易方面也会影响世界各地 地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 作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千年古都 早在唐朝并已经是古老丝绸之路的终点 古老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 也使得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 在土耳其的老皇宫中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中国瓷器 是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千百年来 友好通上的成果 这些瓷器也见证了丝绸之路 千年的生机与活力 魏海鸥品传统红茶 和伊斯坦布尔副生长一起感受城市美丽 一带一路倡议 为土耳其带来新机遇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四把六世纪 左手欧洲右手亚洲 正在播出 我们试制组和吉莱 一起继续行走在伊斯坦布尔 拍摄时事九月份 伊斯坦布尔温度时钟 光照比较强 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降水很少 但是因为城市中有海 空气非常潮湿 我们和吉莱走到伊斯坦布尔的 新皇宫父亲 与等待我们的伊斯坦布尔省副生长 哈里塞达先生会合 哈里塞达先生说 这也是他约我们在这里见面的原因 他希望将这座城市最美好的一面 展现给中国人 伊斯坦布尔省 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省份之一 下辖13个市县和20个区 土耳其重要城市伊斯坦布尔也在其中 作为副省长 哈里塞达先生 主要负责经贸方面的工作 这个有好多海鸥 而且这个海水特别的清 有好多的鱼 像你们平时就是土耳其人 也会在这个海边 喂喂海鸥什么的吗 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人 我们和哈里塞达先生 一起坐在海边 喝一杯土耳其传统红茶 土耳其人非常喜欢喝茶 每个家庭 每年要消费8公斤的红茶 茶也是男女老少 都喜欢饮用的日常饮品 在土耳其 红茶都会被放入这样造型独特 中间叫系的玻璃杯中 我们知道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 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而且它的GDP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那这些年呢 中国和土耳其的经贸合作 也是越来越紧密了 我们的最多 我们的美国人员的 第一个是秦 秦国国人员 我们秦国人员 有一个亲爱的 我们的秦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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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区里有很多年轻人的 秦国人员 有一个爱情的秦国人员 最近年中国企业来到 伊斯坦布尔 投资 这些年来到 中国的秦国人员 有什么改变了吗 我们的秦国人员 对我们的秦国人员 特别是 以前, İstanbul-Ankara'da hızlı tren daha önce 10 saat süren İstanbul-Ankara Arası'nın hızlı tren yatırımıyla ki önemli ölçüde Çin yatımıdır Türklerle beraber. 3.5 saat önce daha da bu süre düşecek. Çünkü yeni yapılan yerler var. Ulaşım alanında yapmış oldukları yatırımlar var. Teknolojik altyapı alanında var ve Türkiye ekonomisinin, geçen yıl Türkiye 从复生长的话中我们能感受到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确实给土耳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哈里塞达先生说 土耳其是与中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 土耳其发起了中间走廊倡议 宗旨之一也是促进亚欧区域经济合作 2015年中国政府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关于 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相衔接的谅解备忘录 为双方相关合作提供了指南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您觉得在这个倡议提出之后 您的分管理会希望和中国在哪些方面加强合作呢 哈里塞达先生说 他希望未来两个国家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土耳其在内的相关国家带来巨大发展规御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途两国合作的可能大大增加 合作环境也将得到改善达到共赢 古丝绸之路始于中国终于土耳其 因古丝路而结远的中途两国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代 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又一次密切联系 朋友之间坦诚相见 友福同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